下面我讲一下小号的高音奏法 小号的高音应该从上加一千点拉往上 都应该算成小号的高音区 如何把高音吹得轻松结实 明亮 这是每个小号研究者唱起追求的目标 吹作高音是有好多因素决定的 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我想有两点比较重要 应该引起同行的注意 第一点 如何把嘴拉紧 就是吹作高音 一定要这个嘴部的肌肉的力 嘴部的肌肉一定要有力量 一定要绷紧 具体的说 来用嘴角要学会用力 加紧 往后 往下用力 这样可以使您这个风口更加集中 上下嘴唇 既要贴近牙齿 既要有拉的感觉 又要有往中间集中的感觉 也就是拉收结合 这样才能使嘴唇 风口更加集中 使你吹出去气流 呈圆柱性 这是嘴和嘴有关的要量 第二点 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气 吹高音需要气的支撑 具体的讲 在吹作高音的时候 由于风口比较集中 那么往往吹气 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腹部 腰部一定要学会用力 当你把气吸满以后 用腹部和腰部的力量 把气控制住 用力往外吹 注意用力是往下 往两侧 用力 不要往上用力 这就是力点 力点应该在腹部 当你 在腹部用力的同时 胸部以上的部位 应尽量放松 包括双肩 脖子 这样呢 你才能把气吹出去 在吹作高音这个问题上呢 经常出现 两种毛病 第一点 就是压嘴 把嘴唇压得很紧 这是不可取的 不论是吹高音 就是吹中音 也不应该依靠压嘴 因为嘴唇呢 还有发音 还有振动 如果压得很紧的话呢 这个嘴唇振动 就会受影响 第二点呢 就是用力的时候呢 好多同学我发现呢 他腹部在用力的同时 胸部 脖子 甚至于手 都在用力 这样呢 实际上就把这个力 给抵消了 用力的结果呢 这个气还是吹不出去 所以在这个吹高音 这个问题上呢 既要注意 把嘴拉紧 又要注意 合理的用气 高音呢 是嘴和气的结合 下边 我为大家示范几个高音 有关高音的做法 就介绍到这里 不应该 不应该 在这里 我为大家说 让大家订阅 起来